黑衣男子坐在櫃台 东看看西看看 最后看上一条金项链 原以为生意上门 老板娘赶紧上前招呼 但对方拿项链 假装佩戴看适不适合 接着就往门外狂奔 老板差点被他撞倒 立刻追了出去 被抢走的金项链 重量超过三两六千 换算市值大概 二十八万两千五百元 中秋连假第二天 台北市的夜市发生抢劫 附近店家人气惶惶 重回事发现场 银楼老板拉下铁门 一调不愿多谈 但警方调查 二十一岁失信嫌犯犯案后 连跑三家酒店狂欢 除了找酒店小姐一起烤肉 还到汽车旅馆过夜 以为带金项链装有钱 就能当老大 最后还是狼狈落网 家里的包包戒指 珠宝拿去典当 所以跟这个店家 也是有认真试她 后来发现这条项链 将她戴在脖子上 以后就秤气 就从门口都脱逃 嫌犯年纪轻轻不学好 当起职业诈骗车手 有诈气毒品等前科 短短两天坐九台计程车逃逸 甚至还请朋友开车骑车接济 这是为了剩下断点 拖延办案时间 但费了这么大功夫 还是躲不了 健康坠气 华日新闻后 这段卢语新 特别报道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 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 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